Hello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个德国全自动化的一个拉伸产品生产工艺 初拉伸以后的产品通过传送带进入下一部模具 二次拉伸之前,协队产品喷点拉伸油,保证拉伸成型效果 这种复杂深拉伸的产品都是通过多部模具的动作对产品进行拉伸整形 最终达到产品的一个成型效果 这种多工位的拉伸产品一般为了生产精度,我们一般不会做连续模 而会采用视频中看到的这种单工序模具结构 模具之间的安全送料以及效率问题就依托于我们视频中看到的这种全自动化的机器手 所以对于产品的高精度以及高效率 我们都会适配这种单工序加机器手的一个结构形式 最后大家对于这种多次拉伸的产品以及机器手的送料形式 有什么其他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教模具设计的国际老师,技术交流学习,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